看看眼前这激情的一幕 就问你有没有想歪 但是别搞颜色啊 我们可是正经节目 这里是土耳其摔跤比赛现场 也是当地最受欢迎的一项运动 简单来说 就是男人们浑身涂满橄榄油 用手去把对手裤子扒下来 当然 规则也不可能这么简单 这个待会儿细讲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 梅尔和图兰俩兄弟 他们是一对双胞胎 原本出生贫寒 不过靠着搬运水果的钱 兄弟俩报了摔跤培训班 相继赢得了几个高规格的 橄榄油摔跤赛冠军 现在他们的工资由市长亲自发 还能开豪车住豪宅 为了即将到来的锦标赛 兄弟俩最近都忙着训练 他们互相帮对方涂油 场面非常有爱 在橄榄油摔跤赛中 有一条规则非常重要 一旦复不朝天 那就直接淘汰 所以为达到这一目的 选手没有好多方案 比如把对方的裤子拉下来 或者是倒滑摔等等 不过 涂在对手身上的橄榄油 通常会成为近空的一大阻碍 因为场面激烈 看点十足 橄榄油摔跤赛 总会吸引大批观众围观 为了看比赛 有人甚至会从 1300公里外专程赶来 在比赛开始前 选手们都会把摔跤裤扎紧 因为在比赛时 他们可以伸手抓住 对方的裤子接缝处 以此作为平衡点 毕竟涂了橄榄油后 也就这里不那么滑了 而且选手们都是禁止穿内裤的 社交户这种 一人注目的地方 甚至成了广告投放的 绝佳场所 比赛开始后 弟弟图篮率先登场了 战况一度十分激烈 但不幸的是 他的下肢肌肉突然拉伤 不得不提前结束比赛 现在所有希望 都在梅尔身上了 在一路过五官斩流将后 梅尔顺利进行决赛 只是他本次的对手 是世界冠军 在体力上 他几乎不占优势 只能通过拖延比耐力 可直到进入加实赛 对手也没露出破绽 最后 对手壮汉率先得分 赢得了冠军 兄弟俩双双失忆 但惨败优势 反而会坚定选手的决心 他们的未来 会有更多胜利 等待争取 如果说 函兰油摔跤是激情满满 那接下来要说的 女士摔跤 就更是别具一格 穿着礼服裙子 摔跤打斗 这样刺激的场面 你见过吗 乔丽塔摔跤 是玻利维亚 最受欢迎的女子运动项目 15年来 每个周日 都有大批观众 拥有当地体育馆 专门去看乔丽塔比赛 而胡安就是 这项运动里的佼佼者 她最强劲的对手 叫迪亚 俩人今天 要进行一场激烈的较量 争夺金色乔丽塔称号 迪亚和她三岁的儿子 住在自然环境恶劣的 寒冷城市拉巴斯 她的父亲 也曾是一位著名摔跤手 所以她算是继承副业 在波利维亚 乔丽塔摔跤手 超过250名 对这些女性来说 摔跤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她们不为名利 不为金钱 一切只是源于热爱 比赛这一天 胡安早到来到现场 她前段时间 胃部感染 身体虚弱 所以总归有些紧张 但无论如何 粉丝们对她 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 迪亚今天状态满满 看来她对冠军 势在必得 比赛刚一开始 两人迅速扭打在了一起 迪亚强势进攻 把胡安摔得 砰砰作响 到了场外也不放过 冲突看起来 非常激烈 不过这些 其实是假的 尽管如此 跟我们相互憎恨 却是真的 在迪亚站立不稳时 胡安抓住机会 拼命反击 她拽着对方头发 就往铁门上撞 这让她多少 找回了点状态 在赛场上 两人打得不分你我 裙子乱飞 迪亚想做对方一个屁股蹲 对我自己摔得结结实实 这让胡安抓住机会 实施了反击 迪亚顶着 满头鲜血惨败 可即便如此 她也没有放弃 这场比赛是输了 但女人间的战争 可远没结束呢 看着场面 只能说 观众小哥们 咱看戏也悠着点吧 人类的比赛 如此激烈 动物当然也不能例外 在印尼西苏门达腊 公牛们每年都有一次 展示力量和速度的机会 就是这比赛 多少有点费人 在当地民港人文化中 牛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几百年来 它一直是农民 老做的好帮手 许多传统民居 都是水牛形状的 所以每年 在他们为主人拉力的田地间 农夫 商人和小镇居民 会齐聚一堂 一起观赏奔牛赛 看哪些牛 会凭借自己的力量和耐力 赢得好价钱 只要牛跑得又快又直 买家就愿意出高价 只是这比赛 还需要李森这样的赶牛人 比赛前三天 李森想要牛牛们练习一下 虽然他已经参加赛跑35年了 但这牛可是第一次参赛 而且主角也是他们 赶牛人需要做的 就是站在梨上 抓住牛尾巴 要是有一头 跑得比其他牛慢 还要咬一口 他的尾巴让他跑快点 然后他们就只需要 看着牛继续跑 享受比赛过程就行了 因为李森技术高超 许多农民都会邀请他来 在与自家牛参赛 这样也能卖个好价钱 不过李森 不是谁的活都接 他会挑选自己看好的牛 不然跑得成绩不好 自己也会丢面 找一头好牛 首先要看体型 既不能太肥 也不能太瘦 其次要看四肢 四肢坚实有力 蹄子柔软的 就非常适合赛牛 这样一头能卖到830美元 和李森这种顶尖感觉人合作后 价格还能涨三倍 比赛这天 70多赛牛 闪亮出席 现场热闹的 就像集市一样 李森信心满满 一个好的骑手 会努力不让自己 摔进泥潭 不然会被观众们耻笑的 可这样的事总不好控制 这也是奔牛赛的看点之一 在李森圆满完成他的任务时 一些对手们还在泥潭水上飘 各种花式摔跤 应接不暇 最终 李森毫不意外地帮牛取得了冠军 这是牛主人的胜利 也是李森给观众带来的一场完美表演 这样各式各样的奇葩比赛 你想去看吗 我是拉环 关注人家伊拉罐 带你看 更多不一样的人生败派 再来看看 再来看看 再来看看